鹹酥雞是不是 對有鹹酥雞 那個我有買我有買 我買了四季豆 他們是直接送我 所以說我手上有一些 你認識人家嗎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是身為名人的一個 perk 你懂我的意思嗎 其實我們並沒有互相認識 我可能是因為在我個人的直播節目或其他場合 稍微提到一下說我知道這個東西 蠻有意思的 我真的毫無任何 就是佔人便宜的意思 可是就一定會有人衝出來說 我們剛剛聽到你的這個意見 對我們聽到你的召喚 立刻送你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開始隨便亂聊 就是說你做 我其實我刻意不去 我每次訪談我都會問他說 我需要先做功課嗎 我得到答案是不要好了 我先不要知道這個人所有 我才會問我 那我需要自我介紹一下嗎 因為我覺得你的聽眾可能還不知道今天到底來那個什麼 不需要 跟林志誠一樣 如果你不知道林志誠 那我覺得這個你可能也有問題 那我覺得就 你知道嗎 我跟林志誠有一個很無聊的一個小交集 我覺得 我個人感受到有點非常不好意思 你知道其實我很少跟他主動聯繫 所以是真的是點頭之交的程度 但是Facebook上是有好友 他在樓上 他在樓上 對對對 然後 台歌大還可以用這裡嗎 不是台歌大不能用這裡 議員 你不知道 這樓上其實他們只有兩三層樓是不能用的 只有兩三層他們是BOT還是幹嘛 就是要便宜 我已經忘記了 對對對 但樓上他們本體整個台歌大都在樓上 至少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有檢討就是說這棟樓的這個文創性 問題不夠多 這只是個問題 當時有檢討過 因為那時候其實他們佔據了很大一塊部分 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認為說 這個台歌大不能算文創吧 然後所以他們有為了這件事 我記得牽出一些BU之類的 對對對我記得 這不是重點啦 不是重點 林志誠 就是後來呢 我有一個前 以前辦公室的就是政治辦公室的助理 對 然後他那時候有讓一個NGO 然後那個NGO呢 他其實有找我捐款 我也有捐 然後呢 但是他那時候有一些就是NGO的一些campaign嘛 對 那他那個時候希望我主動幫他介紹一些 他覺得可能潛在願意投資 這一個議題的人 對對對 我當時我覺得就想說好吧 那我想幾個可能會對這議題有興趣的人 其中一個人是林志誠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聽聽看他的提案 啊你覺得可以就再 再投就給錢就好了 沒想到就捐款了 而且捐款之後對方很興奮就是那個助理 人家NGO有史以來最大的捐款 對 然後他這表示他根本連一個正常的peach的稱 滴滴都沒有 對 然後我心裡就想 挖賽這個是算在我頭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心裡想說完了完了 哪天要是林志誠突然間半夜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這邊正好有一個不情之 啊如何如何如何 我那時候是鐵定 我不能不會 我個人認為是不 沒有啦沒有啦 我也沒有真的覺得那麼恐怖 歡迎收聽 下一個下一個科技新聞 我們每週會更新 除了Podcast 請記得follow inside inside的網路趨勢觀察的 facebook instagram 跟youtube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你現在 你現在主要工作在做什麼 我現在主要喔 內容 其實就是說其實我們 我是在2015年年底的時候 12月22號 成立一家公司 叫65535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後來最有名的一個產品 可能就是上班不要看 對對對 還有可能我個人頻道 直播啊這些內容 2018年的時候選上議員 那2022年的時候卸任 那卸任之後呢 我就回歸就是我的本業 就是繼續從事內容的創作 那除了上班不要看之外 當然我還有很多 就是其他的產品 譬如說像我有個Podcast 然後我可以 很不負責任 但是略帶一點 自豪的說 他應該是目前台灣 聊天類的Podcast裡面呢 算頂點啊 我記得是第一名 我記得都在前三名嘛 所以你周更嗎 我周 我的更新算很少 因為我 因為我更新 我一直看你在頂點 然後我想說 這傢伙是周更 還是什麼更法 就是一個禮拜一次 可是問題是 以我們同類型的 譬如說像是白靈果 白靈果可能是新聞類型的第一名 我不把他算是閒聊類 因為他很多訪談或新聞類的內容 然後 那個 白靈果或者是說像台通 他們一個禮拜都至少兩到三集 他們的更新是更加的密集的 像譬如說以白靈果來講的話 他一週可能會有 複數以下的節目行程 譬如說訪談是一種 然後呢新聞的閒聊可能是一種 然後 台通的話則是 就是他們可能訪談閒聊也是一個禮拜 大概會有三集做 所以 前十名 就是會維持一個禮拜 只有一集節目的 只有三個節目 一個是 應該 不然應該是只有兩個 一個是 好未小姐 另外一個就是我 OK 好未小姐你知道我怎麼認識她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個人 然後是我太太買貓罐頭 然後有一個貓罐頭叫好未小姐 就說這是個人啊 OK 原來我才知道 原來有個podcast 還有可能youtuber之類的吧 所以我對這事情都是不是很理解 好 他們的節目很好聽喔 很好聽 在講 喔 好我來突破一下舒適權 可以可以你可以試試看 對 所以 我當年我記得你講 你成一家公司的時候 不知道是有沒有對外講 我覺得八成你已經對外講過 就是你以前 開家公司是把公司 把家給賣了 在民生社區的家給賣了 對對對 我那時候民生社區的賣 我記得是賣1800萬吧 1800 1900 然後有一部分是拿來還一些債 然後然後 有一部分就是拿來留來作為創業的基金 就創業基金了 然後有一部分呢 則是拿來當作生活費 因為你知道嗎 我很創業的人一開始 其實不太會知心嘛對不對 對 然後或者是說有知心 我記得我那時候就是領負責人的最高薪資 好像是五萬塊吧 其實沒有那是老保啦 但是你可以領很多 但是老保就照那個極局 所以他會照那個極局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領這一個 這個基本薪資嘛 但是不是以我個人的怎麼講 生活水平啊 這個薪資是絕對不夠的 你你理解我 因為我住在民燈社區 對 然後跟我老婆 然後呢住在一個30坪的房子 對 民燈社區30坪的房子 光是一個月我們家光房住租金 可能就四萬五千塊錢 對 所以零五萬多塊錢的薪水呢 是不可能養得活我全家的 對 然後所以我其實那時候有預留了大概可能四五百萬的現金 就是想說如果過得不太好的話 我起碼可以靠他活一段時間 所以大概是像這樣 哦 那那後來也是也是有跟投資人 我記得有跟投資人募錢 有沒有募過總子輪 然後就走這樣子 總子輪就募了六百萬 然後我們其實募款的對象其實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本來是想要很正式的就是走一些就是投資人 可是因為有些投資人譬如像是中國信託啊 他們有些專門投內容的基金 然後可是他們都是投可能兩三千萬以上的 所以他們對我們這個案子覺得 啊太小了不想投 那那個時候我偶然間 認識了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是在澳門 然後 中國境外資金 哎這個的確沒錯境外資金 可是他的狀況很有趣 他其實是這樣 他其實是經銀行 你有去過澳門嗎 澳門的賭場 通常他的門口附近左右 可能會有一間珠寶店 然後珠寶店呢 得 呃 換錢的 哦 你理解 你理解這個意思嗎 理解 然後他就是經銀這樣的生意 所以他手上滿滿的限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聽到就是 他就主動願意投六百萬 你有沒有想過六百萬是什麼意思 投資移民的門檻 他其實單純的想的很簡單 就是我需要一個 小兔三哭的機會 就是就是 這麼便宜嗎 六百萬台灣 台灣是 呃投資移民是六百 所以他當時就心心想說 OK 你現在是種子輪期間嗎 那我他問我說多少 我大概提了一個數字 他說那我直接就投六百 他完全沒有問太多的信 過去這幾年 他從來沒有跟我要過任何複雜的資料 他只有問我一個問題說 欸你有虧錢嗎 我說沒有耶 他就算了 所以 所以嚴格來講 這一個創業的過程中 是完全沒有拿任何其他資金的 對 我有想過其實要走下一輪 但是其實是在我選議員之前 那時候其實有稍微接觸了一些對象 可是沒想到 欸我議員選上了之後 我就完全沒有心力去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那時候也造成了一些尷尬 因為我覺得議員的身份呢 他有好處有壞處 對 舉個例子來講 富邦是我們的往來銀行嗎 富邦是 不是富邦是台北市政府的往來銀行 你知道富邦的最大股東之一其實就是 台北市政府 所以他基本 他其實也要受我們的監督 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財報 我們是要看的 對 然後好這個是題外話 然後 然後所以有 呃在疫情期間 嗯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覺得公司呢 保有比較多一點現金比較好 那個時候有些疫情紓困的一些貸款 那那個那個 貸款的這個條件非常的好 所以我決定要去申請 然後但是我不想申請太多 我想說申請了100萬左右差不多就可以 然後我就去到了這個富邦 我覺得 我不是敢講一定 但我覺得我應該有受到蠻好的待遇 而且對方一直很積極的問說 你有需要更多嗎 你有需要更多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心裡這樣想說 欸每個人都會像 因為我後來也陸續聽了一些 台北市市民 就是申請貸款的時候 遇到了一些困難 我跟你講 呃商業銀行通常不容易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最後其實還是靠著中小器銀之類的 這種比較工股或關股之類的 比較有用 而且呢 我那時候還有個加持是 我去得了不知道什麼 中小企業的什麼 某種奇怪獎啦 優良企業獎 所以拿那個東西給 工股銀行他們是有加分的 所以才可以拿到更多的 你的信用可能比較高 可以帶比較多額度 要不然 你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國泰富邦這一種 我覺得 太容易 ok 所以我覺得我在那個當下 我會有一種 就是如果我趁著這個時間點去 跑錢 然後我會覺得很容易 陷入一種就是 像剛講林志誠那個情況 就是其實他不是真的想要投你的這個 這個生意 他想投你這個人 雖然其實很多科技新創 像中級來講還是投人 不是在投行業 然後 可是我還是有一種 就是這樣子好像 有一點在作弊 所以我後來就有一點點 就是異性藍山 就有點覺得說 算了反正我現在也沒有 而且也不急著求下一階段的發展 因為我覺得在我做議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花了大概七八十趴的時間 在政治的工作之上 我只有用我閒暇時間 在處理公司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是在一個 很完整奉獻心力在公司之上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我跟任何投資人要錢 我沒有辦法保證就是說 我可以推進公司的發展 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嗯 我會覺得我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好 但我現在就是又到了一個 我是該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對對對 我認識你 啊好我講我認識你 我認識瓜吉 不是今天認識 也不是這十年認識 我是應該是二十 二十 我二十出頭的時候 歲數的時候認識的 但是 我那時候我印象中 我在松岡做遊戲 然後你那時候在幫忙做 翻譯中文化 欸對 那你那個時候是在幹嘛 就是有一個工作室嗎還是什麼 有有一個工作室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 人生第一次創業 然後我跟另外三個朋友 其實你可能也都認識啊 就是Jerry啊 然後Jerry是你 OK 我不確定是哪個Jerry 你不知道 林一傑 跟那個馬拉松的那個 同名 但是他不是 OK 然後 吳維鈞我不知道你知道 反正 我們只有四個人 吳維鈞是以前會雜誌上寫專欄的那個 是 那就是OK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幾個人 然後我們共同成立的工作室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Diablo II 剛剛發售的時候 對 然後所以 我記得每天上班 第一件事情不是打開電腦工作 而是我們說要不要先來玩一下 然後我們常常玩到晚上 快要吃飯的時候才說 我們該工作了吧 所以我們反而是白天都在玩 然後晚上在工作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剛剛畢業嘛 出社會沒有太久的時間 對應該沒太久 然後其實又有Diablo II 這麼強力的IP 我跟你講 Diablo II 當年熱門的情況 現在很少有遊戲 可以望其向背的 真的很難 很難對不對 CS加Diablo 是當年 還有StarCraft 是當年我覺得 無法再重現的事情 對 就是那種大街小巷 到處都看到有人在玩 有人在聊 然後呢 然後你這個 你可以用一首這個 民謠來形容 就是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第一句話 就是 你瘋子力妹 對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幹這個 太瘋了 後來Diablo III 然後呢 魔獸爭霸3 對 都沒有同樣的 這個誇張程度 沒有沒有 可能下一次要 魔獸勉強來講 可能魔獸世界也蠻紅的 可是我覺得沒到這個程度 沒有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有一大部分是 那個時間點是網咖 然後很多事情的 綜合體 我們那時候還 我上禮拜跟一個 小鬼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他在 後來在中國當 在上海當賽評 然後 我們在聊當年 就是有個CS百萬精英賽 那個時候是 全台灣有2000對 CS在比賽 我覺得那個是 而且在網咖比 所以我 因為沒有網咖了嘛 所以你無法再辦 重現這樣子的 熱潮 熱潮 而且我記得是松剛主辦的 對不對 百萬精英賽 我還記得這個百萬精英賽 就是說 你要想那個時候 沒有職業奠競賽系 沒有 所以能夠為一個 就是很業餘的活動 然後拿出100萬獎金 而且造成就2000人去 2000對 去報名 這個是多麼可怕的一個盛況 而且你可以想像 以前那些人都沒有見過網友 就是每個網咖 比如說港督網 或者是台北什麼corner 每個都有一個網咖 有一個自己的代表隊 然後代表隊是 到了那個時間點 這些代表才會實體見面 然後見網友 然後互相就是 見對方不順眼 可以互相參來參去的那個世界 我覺得現在 這樣蠻困難的 對 就是沒有了 好這個就是一個老人化 老人化的 對好 所以當年你在 反正有個工作室 在做中文化 然後我覺得你做很久 我印象中 我做到差不多快30歲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過得蠻開心的 我們那時候其實 最大的一個案件是 我想想看這叫什麼 就是 Everquest叫做 無盡的任務 對 無盡的任務 一代的中文化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是 花三個月時間 四個人 四個人力 然後三個月時間把它做完 然後呢 總字數 結算出來的這個 金額是100萬 所以你想想看 四個人三個月 然後做100萬的營業 其實算相當的不錯 所以其實那時候都一度會覺得說 做這行 行吧 但是做到30歲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像這種大的案件 不是一天到晚都有 而且我覺得在我30歲左右的時候 點半開始慢慢要轉移 點半轉移就是說 那時候除了online game之外 可能web game 然後手機遊戲 還沒有出來 但是web game快要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風向有點改變了 對 然後 以前我們其實非常仰賴 就是進口歐美的遊戲 可是那個時候呢 開始中國韓國的遊戲 都出現了 對影響力越來越大 你會覺得說 基本上 英文翻譯遊戲的市場 其實開始萎縮 然後同一時間呢 你有很多的競爭對手 是一些剛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他們價格十分之便宜 而且呢他們的肝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們可以熬夜 然後用非常快的速度 然後交出 可能只有60分的作品 可是他們又快又便宜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有一種 我還要做這個行業嗎 30歲就這樣子覺得了 我那時候有個感覺是 我可能可以維持這個生活狀態 一直到就是到老 可是我一個月平均的營收 也許五到八萬 那我覺得這五到八萬呢 你也不會過不下去 可是第一個 他不是真的很多錢 而且第二個 他沒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 因為這個工作 如果他沒有賺很多錢的話 但是你可以譬如說 在遊戲的結尾 Credit上面留下你的名字 然後呢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東西是你做的 對 好像還蠻帥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話 真的是沒有特別受到什麼尊重 你理解我的意思嗎 是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行業 鐵定是不值得托付終身 所以我馬上 那個工作室那時候還在 但我就直接講說我要脫離 哇哦 然後我決定要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是要用一個名詞啊 叫做Pivot 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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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就去那遊戲公司嘛 就是 其實這個Pivot沒有那麼快 先去了一年城邦 蛤 城邦幹嘛 我在城邦 我在PC Home集團 做電腦雜誌 然後做了一個月 我後來也覺得 平面長媒體啊 江河日夏 然後 這個應該是要創賽了 所以 現在還在討論這個話題 然後 就那個時候是 你要想那個時候是 我想想看 哇我十七年 十五年前左右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覺得說 趕快逃 然後那時候就 逃到了這個 Online Game遊戲公司 那我正好有趕上 就是 Online Game的算是一個 黃金時期 所以做了一些 比較大的案子 然後也慢慢的就是 累積了一些 業界的這個 credit 然後後來 又有迪士尼 跟Mahe Mahe是一家手機遊戲公司 然後就是 在台灣做神魔之塔 神魔之塔這款遊戲呢 在當時我在台灣 負責它營運的時候 然後一個月的營業額 是五十億台幣 一年的營業額 是五十億台幣 也是很多 也是很多 一年的營業額是五十億台幣 而且你知道嗎 他當時 全球員工 全球員工 只有六十個人 Holy shit 你想想看 光在台灣的營收 就五十億 全球員工六十個人 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公司是處於一個 老闆隨時可以 搬一麻布袋 然後灑錢說 你們想要多少 因為他現金真的是滿滿 但是問題是呢 因為他沒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埋怨他 我覺得老闆你賺很多耶 真的 哇 我當時有一個 離開公司的導火線 但其實我應該真正 真正的原因是 我跟老闆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理念上不合的地方 所以我後來決定要離開 然後去創業 但是有一個導火線是 我一直應該很深刻 是當時呢 因為我們是 老闆想要租一間 就是他覺得 對他來說很方便的辦公室 因為他平常來台北的時候 都住在W Hotel 所以他就想在W Hotel附近找一個辦公室 所以我們當時在W Hotel 大概走路距離三分鐘以內 我找到野村證券的舊辦公室 野證券當時就剛剛離開那個辦公室 然後他們有留下一個 就是有完整裝潢的一個空間 對 那我覺得大小也滿適合的 一瓶三千五 算是很高檔 然後 對對對 然後他裡面不但留下了 就是完整裝潢之外 還留下了八張的 Herman Miller的椅子 一張三萬塊 對 然後 但是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員工 當時可能是 maybe12還是13個人 所以其實八張是不夠的 那我覺得 就買個四張嘛 對再買個四張嘛 我心想說可以吧 我們公司賺這麼多錢 然後大家要公平啊 可是我跟我老闆就是講說 我要就是我 那個採購單一出來的時候 老闆直接說 為什麼要買這麼貴的椅子啊 他說這個 這個不好吧 他說可不可以有比較便宜一點的選項 但我當時也覺得很OK 想說的確啦 是沒有人規定公司一定要買Herman Miller吧 所以我後來就去IKEA找了三千塊錢 所以想說這個可以了吧 老闆還是覺得說 我覺得應該有更便宜的選項吧 我當時心想說 老闆 老闆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知道這個很無聊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可以說明當時我覺得 老闆雖然其實賺很多錢 我覺得他有的時候又很大方 但有時候又小氣到一個難以理解的地步 所以我有一種就是 所以Mahe現在還是神摩志塔為主嗎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是 這個我要先提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對Mahe有一個誤解 就是以為他只有神摩志塔 理論上很多 他其實很多產品 而且事實上呢 大家可能會以為這是當時神摩志塔老闆 第一次創業成功 但不是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在Facebook剛開始在港台開始流行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會發現 網路上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 那個 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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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心理測驗都會有很高的流量 然後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BIREL那些 那些幾乎都是他做的 大概九成吧 然後他們公司就是因為這樣賺來的第一桶金 所以他早期就是在做一些像這樣的內容 所以他其實已經是做 他不是第一 二三四創業然後都很成功這樣 對 他其實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那好 那你最近還有研究他們最近公司有出什麼遊戲 呃 我的管 呃大概是我離開錢吧 我離開錢後啦 他們陸續有出了幾款新的遊戲 但是都沒有得到一樣的成功 那後來我覺得他們可能會發現說 哎呀開發新遊戲投入太多了 然後呢回收太少 那反正什麼之塔到現在還是有在賺 對 然後而且其實他們現在賺的錢 還是很多啊 我覺得還是很多 就是說 即便現在沒有在賺錢 就算現在沒有賺錢 他們也已經財富自由 是啦 然後所以他們有一處一種就是 OK算了 與其每天在那邊 捲 那對對對 還不如我就守個城 然後呢繼續在這個地方耕耘 看能夠繼續維持他的生命到多長的時間 然後 然後哪天真的就是 就是大家取終人散了 那就這樣吧 哎真的不錯耶 六十個人 然後搞成這樣子 我覺得真是一個 不錯的 爭議 對你應該可以理解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有跟別人算過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用 呃 遊戲橘子 或者是那個 志冠的人均貢獻來講的話 大概只有五百六百萬左右而已 嗯台幣 你可以想想看 哇什麼資塔的貢獻完全是他們的十倍 十倍二十倍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的這個 而且他不是代理商啊 他是自己用這個IP 用所有事情 YES 因為你要知道橘子跟志冠有很多的營收 是來自點數營收 但點數營收其實就是個代收代付的動作 對對對 就一個轉 對啊 所以其實他不是自由的產品 所以他的利潤空間是沒有他的實際營收 看起來這麼大的 嗯嗯嗯嗯 OK 我們聊 反正聊創業好了 你你你你創業啊 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一開始 嗯 我現在當然我覺得蠻運作蠻 蠻work 我覺得你一開始的時候 呃 有遇到蠻多問題 你你回頭想就是在過去五年 或是最初的三年好 直到當議員之前 你覺得最不順 然後最覺得做錯 最糟的決定會是什麼 或是怎麼從頭來 如果你從頭做一次 你覺得會做更好的事情會是什麼 創業來講 嗯 其實我覺得我做錯很多事情 但我倒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 哦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吧 對對對 就是 好我舉個例子再講 好 呃有些問題我有解決 譬如說舉例來說 我覺得我創業第一年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 公司有流量 可是 並沒有辦法成功的商業化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把流量變成 呃錢的變成一種 呃變成營收 對 那我那時候有理解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第一年的時候 我發現 因為我們公司做了很多的內容 可能內容 可能影片本身有100萬的觀看 可是公司的訂閱並沒有成長 而且我們的流量 很難轉化成其他有價值的物品 譬如說購買力或者是其他東西 我後來有一個體認 就是在2016年年底 2017年初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說 這個公司如果要能夠成長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個可以讓大家 能夠產生情感依附 因為就有點像 呃聖經明明有交代就是 呃這個這個他的 明明有交代就是說 上帝是沒有形象 所以大家還是要塑形 大家還是要為上帝想成 想一個白鬍子的老先生 因為人只能夠愛另外一個 跟他看起來很相似的東西 人只能夠愛人而已 所以人是非常膚淺的一種生物 所以如果你跟他講說 我們就是一個做有趣內容的公司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如果像你們這棟大樓 有另外一個公司叫B1 他可能是台灣最棒的一個 這個演唱會公司 演唱會公司 可是問題是 一般的消費者 不可能因為必應做什麼了不起的工作 就喜歡上必應這家公司 可是他會喜歡五月天 嗯 你理解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五月天跟必應是有關係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 以同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在2017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體驗到的是 我必須要推出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可以讓大家 產生情感上的這個衣服 大家喜歡他尊敬他 並且進而去運用他的影響力 在很多很多的層面 包含自己他們購買 或者是說 促使他們去參與某個活動 而那個人呢 那個形象 最好是我100%可以控制的東西 所以我想來想去 那就是我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所以我在2016年第一次創 就是創業第一年 我其實是不太出來的 但2017年的時候 我就很積極地站到第一線 那我想 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情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早年啊 科技新創啊 或者是說一些其他的創業形象 比如說什麼餐廳啊 或各種 老闆也是不太會現身的 對 那我覺得最近這兩年啊 現身的老闆 真的是多到一個哭吧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位 然後 當然我覺得你不一定是為了這個理由 我不是為了這個理由 我不是為了這個理由 我純粹是 我 這個我以後有機會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啊 過去在20年裡面 在網路創業這個坑上面 大家踩很多 那我最近一年我發覺 奇怪 這些坑大家還是在踩 我覺得很莫名 就是沒有改變 那我覺得 可以錄些 分享 然後大家有空 可以看看 這是我 我內心中的想法 啊 完全是一個 社會公益的角度 對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廣結善緣 廣結善緣 然後 可是你知道很多老闆 之所以在外面高筊 參加各種 沙龍 沙龍式的活動 然後呢很多時候也是廣結善緣啊 跟你以前不太是做這種事情 我感覺 過去幾年我覺得不好 一開始 你回頭來問這件事情 就是說 比如說2010年2012年的時候 很多人會找你寫書序啊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你都會覺得 基於一個有趣的心理 就去玩 比如說出軟社叫你寫 然後反正很多活動 然後叫你去演講或幹嘛 前面兩年我覺得你 你百分之百千天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 你會覺得很好玩 到一陣子之後你就覺得不好玩 因為你講同樣事情 講一千遍 然後 然後你也覺得 你世界上沒有再做出另外一個更好的 的狀況 你覺得 跟人家嘴這些 我覺得沒有意思 然後我後來其實就 大多這些事情 大概過去的五年 就 大多這些 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 所以 我後來又想這件事情 我想說 哇 我完美錯過了整個YouTube 跟Instagram 的這一波的 紅利 就是你這一波 然後我想說 哇這真的是蠻有趣 完整的錯過一波 那在網路時代的這幾波裡面 我感覺AI是下一波了 所以我會覺得 這順便就出來喊一喊話 好像也不錯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 複合性的心理達成的結果 原因是這樣子 對 你知道我其實你問我說 在過去幾年 我真的有犯什麼錯 其實我覺得我犯的錯不算多 都是小的問題 真的唯一大的問題 就是我也不能說是錯 就是對於組織的想像 你知道嗎 其實上面不要看這個組織 它非常的不像一個公司 對 因為我一開始是基於任性 而做這件事情 我找了一群人任性的人 基本上大家的個性 都蠻像藝術家的 所以他們沒辦法 用正常的方式去管理 然後 所以 他們與其說 像是我的員工 比如說是一群像 像是我的 明明都是拿我薪水的人 可是他們都很像是我的 就是夥伴 對 然後 我設計了一個非常扁平的組織 但是也因此 他常常會有一些效能上的問題 因為幾乎所有的人 都是興趣導向的 如果今天是大家有興趣的事情 大家會做得很積極 而且很認真 你會 對於他們在其他時候的偷懶 難以苛責 然後他們的紀律 也非常難以維持 然後甚至於 很難相容於其他組織的文化 因為舉例來說 我後來 有試著嘗試去 diversify 就是多樣化自己的產品 所以我因此 產生了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項目 譬如說像我的podcast 譬如說 我自己有獨立的辦公室 去做另外其他不同的內容 但問題是 這些辦公室很難融合在一起 因為 他們已經變成是 不同的BU 對 然後 你知道他們 甚至於連 好好的坐在一起 吃尾牙都有困難 因為他們的文化差距太大 然後 所以我後來有時候都心裡在想 就是說 其實我養出了 在過去幾年養出了一群怪物 那 但是 但是 就是 無法用正常的企業的邏輯去思考 然後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 這樣的企業文化 真的是好的嗎 這 好 你現在totally 所有BU 我想BU 所有BU加起來多少人 其實也還好 大概20個人吧 20個 我記得很很久以前 我不知道什麼場合跟你聊天 然後其實 因為我最近在看那個 視網模說 他要停跟他們的 對 的頻道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起 你講的 你很多年就跟我講過這段 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要做 規模越來越大 預算越來越大 越來越精緻的節目 我記得很早 你就跟我講 然後你要分產品線 就是 你那時候 我認為你那時候就意識到 我覺得你應該是意識到 那個光環不會是只有在你身上 而是要變成 每一個人都是個光環 每一個人都是個產品 是個IP 這樣子才有辦法 scale 這個應該是在2017 2016 我猜你就跟我講過 這整個是正確的敘述嗎 對 可是我必須要說 你知道嗎 因為視網摩他們要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有跟他們聊天 對 他們的那個告別式啊 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有做一個 類似告別式的活動 對 我還是現場唯一的非 非眼球中央電視台的來賓 然後我有跟他們一起 就是很像一個 跟他們這個老會員的一些 座談會這樣 那座談會的時候 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發現其實 我們的問題是一模一樣 但是問題是指 我們解決的方法不同 他們選擇是結束 但我選擇是 就是 再繼續做 就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解釋一下那個問題是什麼 對於視網膜 也就是他的主要的核心成員 這個核心成員 既是檯面上的人物 也是背後的主創 我們常常會看那種 好萊塢電視劇 或者是電影 他常會寫Creator Creator Creator是一個很有趣的字 就是說 我們一般想到這個影視產業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譬如說導演 導演就是導演 製作人就是製作人 然後 他是演員或其他的工作 剪接師攝影 對 那什麼是Creator 奧維爾浩那個 類似那個角色 就是 你知道吧 Creator 他其實就是在背後 然後推動整件事情 他是 創造這個核心概念的那個人 OK 好 那我們可以說 其實視網膜就是像這樣的 我也是像這樣的一個家夥 我們在背後推動整件事情 我們的角色是非常的模糊的 可是這也是我們最痛苦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因為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們有關 我們本身既是台前的人 但是又是幕後的人 你知道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影視產業 台前的人是被當做小寶寶 給呵護的那個家夥 但是你是在背後推動的 譬如是製作人好了 他一定是承擔所有痛苦的那個家夥 但是我們兩個 兩件事情同時都要做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覺得心很累 那同一時間 我們很早 就發現了一個秘密 那個秘密就是 如果我想賺錢的話 最快的路徑就是解散公司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成立這個公司過程 像包含視網膜在內 因為我們 在身上累積的一些光環跟名聲 如果我今天解散公司的話 現在 歸在你身上 就是對 他立刻全部都會回到我身上 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覺得 也許我的營收 會變成現在的三分之一 而且盡力 但是那三分之一全部在我身上 對 你知道嗎 你會發現你過得又輕鬆 又好 然後 又好做這樣 又好做 當作比較烘 也有 有道理 有這種感覺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不這麼幹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譬如主義來講好了 像我的podcast 我podcast目前 穩定的營收一個月 大概是60到80萬 那如果我再認真一點做的話 我覺得 拚到差不多一百萬 應該是可以做的 等下60萬是怎麼來 都業配嗎 業配 好 那你看 他實際上在執行這個業務的 大概只有三個人 包含我在內 所以 那我是 因為我是主要的核心成員 我一定可以分 最大的一塊餅乾 最大的一塊蛋糕 那 你想想看 一個月平均營收是這樣 我其他事都不用做 我一個月就錄那麼一集 一個禮拜就錄那麼一集 我就可以賺這麼多錢 那我問你 我為什麼還要那麼辛苦 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且我現在 因為為了公司的發展 其實那些錢 我是沒有收在口袋裡面 你又放到 你又增資嗎 還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又把 譬如說 podcast的營收 其實我是繼續把它留在公司的 的戶頭裡面 對 戶口裡面 因為我們其實持續的 在做其他的投入 舉個例子來講 去年我們辦了 台灣的 第一個 非官方的電玩展 然後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那時候有 沒關係 我們去年 我們常做了一個嘗試 就是 我們之前做走中獎 對 中獎其實現在一年大概就 得預算 都是一千多萬 一千多到兩千萬之間 然後 然後 我們後來心裡 是有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台灣過去電玩展 都是 台北市電腦公會辦的 那他們當然也是辦得 很盡心盡力啦 就做一個辦官方組織 所以他們基本上 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他們可能 現場最後都會變成 是一些手機遊戲公司 然後再不停的發虛保 用各種方式去 還有一堆showgirl 在那邊去招攬生意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台灣這幾年多了很多 非常優秀的獨立開發者 我知道你講的 我知道你講的 G8店玩展 對 那我知道了 那個好 我知道了 我看很多人去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活動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覺得 台灣有很多 尤其是在獨立的遊戲廠商 其實有很高的比例 是做成人遊戲 而且這成人遊戲是做全球發行 而且都獲得蠻好的收入 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 沒有受到應當的對待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 我們要做一個 我們重點不是只做成人 但是應該說 我們是希望 這個獨立遊戲展 大家都能夠被看到 那我覺得後來我們第一屆辦完 其實成果算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大家 不管是參展者 還是來活動的消費者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蠻 都得到蠻好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今年一定 一定還會再辦第二屆 所以我們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有投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 但是你是這件事情 到底未來會 可是我問你G80有沒有 第一屆有沒有讓我賺到錢 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 你不收攤位什麼都沒賺 我們攤位費其實蠻便宜的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結算 就是可能有一點點盈餘 可能幾十萬的盈餘 可是幾十萬的盈餘 真的說多也不多 所以我們就繼續留在這個組織 然後拿來留作下一次的 算是繼續營運的費用這樣 對是一個激進的一部分 所以我現在還 我只能說 我其實每次都會想 我如果想過輕鬆的生活的話 我解散公司就 對 這很輕鬆 因為你知道嗎 我最近還有做一件事 我最近還 因為我覺得節目的精緻化 還是一條必經的路 所以我們最近呢 其實就開始嘗試 然後製作就是 以串流平台 我講的是Netflix 或者Amazon Prime 以那種 串流平台為目標 但不一定可以 因為這個人家不一定喜歡你 但是是以這個 這個品質為目標的作品 那我們一集pilot 我們的預算就抓 就是可能要兩百萬 然後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然後 而且這還只是四波級 我就要花兩百萬 那這個投入其實都是 燒錢 對 都是燒錢 文策院你要那個補助啊 對吧 你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啦 就是說 可是因為這個 我這個人有時候真的是有點懶 我有時候好想敲iZERO 然後問一下 我們上一集來賓就是他 請看上一集 沒有啦 不過我好像就我的理解 好像現在主要負責投資的人不是 是文策院 這還是他們啦 就文策院院長 文策院董事長 現在一個是Hermyn嘛 因為之前在庫橋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個 菌 蔡家菌 對 對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這個意願 我想他們也是應該會願意 把 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對對對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期望是什麼啦 但我其實 我是有打算要 是應該可能 應該說 理論上要去 談一談 對啊 一集假設你得燒個 一百萬 那你一半讓國家協助一下 我覺得還好 你知道嗎 因為 你看像總總獎 總獎其實台灣的三金啊 對 基本上都是拿國家補助去做的 對 但是其實總獎 每一切辦的時候 我們都會 內部開會都討論問一個問題 說我們要不要拿政府的錢 每次的結論都是不要 不要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總總講 他有一個精神 就是非常的自由 我們不管是節目的內容 然後還包含整個 整個就是 策劃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都是 跟三金的邏輯 是相當不同的 對 我們希望他好看 但是不是受到很多規則的限制 對 那一旦有政府的錢投入了的話 難免就是會有很多的 真的嗎 你現在對政府這麼沒信心啊 沒有 這個牽涉到 你拿的是什麼錢 如果你拿叫做補助 對 譬如說政府 文化部的補助 對 那就是一定受到政府的簽制 其實基本上像三金 就是這個情況 你知道像金馬獎 他一年拿的補助 是九千萬台幣 然後 然後我們是完全自酬 對 我們 但是我覺得 我很驕傲的講一件事情 我們完全自酬 可是如果你純論 網路上流量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是超過他們的 像譬如說去年我們的 總獎頒獎典禮 最高同時線上觀看人數 是十萬人 所以我們的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但是問題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譬如說文策院投資的話 因為投資跟補助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他就不會管這麼多 對 我想應該是不會 OK 但你得開一家子公司去搞這些事 是真的 因為他應該是要一個新的殼 或什麼是比較方便 而且他們 就我瞭解是文策院通常都是要對頭 就是他們 對一半一半 那 好啦這個就是題外話 細節 我們有思考過 但是 但是我一直 好我會 我會在 你先思考一下啦 這畢竟錢也是蠻多的 對 因為我為什麼 像我最近跟朋友一起合拍一個新的 我們覺得節目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而且是花自己的錢 是因為 我們有點想要說 先 在不受到任何限制的情況下 先拍拍看 因為我跟我朋友就聊 因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合作 其實可以講 就是顏色的迪拉 跟拍通的李懿誠 OK 然後我們就一起合作 那我們的想法是 先自由的拍出想拍的東西 我那時候跟他們講說 因為我們是預定六月的時候 六月第一週要去阿姆斯特丹拍 我們的第一集 然後 然後 非常好 對 然後我們想法是 你看我們去阿姆斯特丹就表示 我們沒有打算要拍 很輕鬆的話題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對 然後 就是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就拍自己開心的 阿如果拍出了垃圾 我們就三個人摸摸鼻子 然後大家就不要再提這件事情 好 因為如果今天你是拿政府錢的話 你不能夠想著說 欸我拍出個垃圾 也沒關係 也 也沒有吧 也是一堆 嗯好 好啦 笛拉其實有講過一個我蠻認同的話 笛拉說 因為他對於我 我一直懶得拿政府補助的這個想法 他一直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就曾經講一件事 他說有那麼多人拿政府的錢去拍一些垃圾出來 你講的 然後 然後 你他媽你相信自己的話 你為什麼不覺得你拿錢 比那些人拿錢好 是我們現在邏輯的確是這樣 那我我跟你講我創業以來 我只有拿過嘗試著去拿台北市政府一次補助 然後我那時候就 就想說就請100萬就請100萬 然後後來就 就丟了可能60萬下來 因為我後來很理解這個過程 就是 評審們一定會東砍西砍啊幹嘛 然後你原本100萬就會被砍到剩80萬或60萬 然後後來就拿到這個資格 就沒去拿了 然後據說我 理論上應該會造成承辦人的困擾吧 我在想因為 你等於有這資格沒去領 那個預算等於就卡在那裡 那就卡在那裡 然後自己之後我就再也沒拿過任何 不管是 不管是SBI啊 或者是任何的補助 我也其實沒拿過 所以 所以 叫人家去拿補助 或是拿武士運 我也是嘴炮啊 因為我自己 也沒有真的去 其實是可能還是有點麻煩 哦 對對對 好 那我現在聊 政治這一 part 那政治 所以我 我 我記得你一開始的時候 有說要做什麼政治開箱之類的 是 那這後來有做嗎 有啊 其實我 你如果去查民主開箱的話 應該有十幾集的內容吧 十幾集 然後其實後來因為我 實在是 政治 越陷越深 像泥沼一樣 所以我後來 把很多的內容都是直接 本來都是獨立的節目啦 對 但後來其實都是在直播上 可能我就另外 就是我直播上 我就直接就分享 其實我最近可能做的一些事情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那個時候有分享一個 呃分享一個故事就是 我如何用五個人去攻佔一個委員會 委員會就是 台北市議會 呃 台北市議會其實有六個委員會 對 那個委員會就是分別不同的功能嘛 譬如說像是什麼警政衛生 就是負責 警察局啊 消防局啊這些功能 那譬如說可能這個 裁建 裁建可能就是譬如說 這個這個財政局 相關的一些 就他有很多不同的局處 對應的一些功能 那分別討論不同的議題 比如交通委員會 可能就是交通局 嗯 類似像這樣 然後總共有六個委員會 那一個委員會 那一個委員會的成員是 十一個人 最多啦 最多可以有十一個人 因為總共有六十個 六十三個 六十三個議員 然後最多是可以有十一個 那 呃 啊那個時候呢 我跟苗柏亞還有幾個 就是 比較無黨的一些議員呢 我們關係還不錯 但我們總共五個人 那因為以前呢 這些這些 這六個委員會 通常都是 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搶 拔吃 然後通常以 呃議員的人數 勢力的分布來講的話 國民黨會有佔四個 那民進黨可能佔兩個 對 那有時候可能民進黨就是 簽運比較好的情況底下 因為有時候這個 跟抽籤的簽運有關係 是三個 會變成三個比三個 那 有一年我就覺得說 欸我們要是一直都沒有 搶佔一個委員會 我們永遠都在看別人的臉色 我們應該想要搶一個委員會 因為如果我們只要搶下一個委員會的話 我們就可以當擔任主席 因為主席是由多數 就是那個委員會多數的成員 那個派系的成員來決定嘛 那 我們要搶一席主席 那我們就可以排議程 對 然後決定很多事 我們應該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 呃在一個 沒有沒有公開的情況下 我們私下跟民進黨呢 達成一些合作的協議 然後呢我們想辦法搶佔了一個委員會 就hack了一個 對hack了一個 所以我們那一次成功的時候 就是在可能國民黨或其他議員 這個很錯愕的情況底下 我們居然直接就搶下一席 那個時候那一屆是 那一席是 三個國民黨 然後兩個是民進黨 但有一個被我們拿下來 然後主席就是我們自己的人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算是得到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成果 那那個過程其實我們就把我們怎麼 就是你剛剛講hack進去的過程 我就把它拍成一支影片 跟大家解釋到底這中間 我們到底是怎麼跟民進黨談判的 然後想辦法去得到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五個人是絕對不夠人數 因為五個人沒有辦法過半數 對 好那我要問 比較可能一頓也還好 就你覺得你最 你覺得在市政裡面最 一樣最成功跟最失敗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想想看失敗是什麼 失敗我倒是 失敗很多 可是我覺得都沒有到 讓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失敗就是還沒有做完 我覺得只是我需要一點時間 繼續把它做完而已 那我覺得最成功的 應該是廣告物自治條例的修正吧 因為廣告物自治條例的修正 我覺得它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成果 就是 我想到我要問你什麼久的 你不要記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久其實就是一個失敗 但是好 那我可以等一下再聊久的部分 然後廣告物自治條例呢 就是大家以往每次到選舉嘛 就會看到各式各樣的廣告物 然後散布在全台灣各地 然後那 你如果回想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國家 對於廣告政治廣告物 其實都有很多限制 因為像在日本 它只能在限定的區域 貼限定大小的這個廣告物 但台灣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所以我那時候呢 其實覺得我們 這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我覺得 大量的政治感 大量氾濫政治廣告物呢 對市容其實是有影響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它也會造成競爭 門檻 因為它會使得就是 可能比較有錢的候選人 他比較有高的勝選機率 那像譬如說 其實像在英國的話 它有對總體競選經費 其實有限制 超過那個競選經費 是不被允許的 那像在韓國的話 它的做法則是 所有的競選廣告物的總面積 是有一個總量限制 加起來不能超過多少 那我覺得台灣是沒有任何限制 我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我決定在台北市 推動競選廣告物的調整 那我那時候有辦了公聽會 然後呢 有辦了就是 很多的活動 包含像是 投票啊之類的 然後最後呢 我也有提案 然後最後是進到台北市議會 然後呢 進行審理 但是問題是因為 台北市的六十幾個議員 對 大家其實 都會對這件事情 因為這種人限制他們的權利 所以很多人是有意見的 甚至包含我的一些夥伴 我可能就我剛剛講 不是我幾個跟無黨籍的夥伴 其實都跟我關係不錯 他們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意 我的這個提案的內容 但是問題是呢 在這過程當中 細節很複雜啦 那我在我的直播裡面 其實都有聊過 就是我後來經過了整整兩年的時間 不斷的去衝撞 對 我終於在我卸任前的最後半年 我成功的推完了廣告知識條例 所以從此以後呢 理論上來講 今年的選舉 如果台北市政府有遵照這個 這個 對這個這個這個法條去執行的話 因為是 那他理論上來說 現在的這些氾濫廣告物呢 全部都要受到管制 所以指的是比如說 扛放啊這些 對 因為可是我覺得這個好 這個我覺得他們可能會採取一個做法 就是說 因為當時的那個法條 修正法條的規範就是 就是 台北政府必須主動規劃出 每個區的公設 政治廣告物的陳設區域 然後呢 然後限定大家只能夠在裡面陳設 對 但是問題是因為前提是 他們要先做出來那個 哇這 這也太猛了吧 對 那但是問題是 但是問題是呢 因為台北市政府 他也可以主張 我猜測 都可以 因為他如果來不及做這個事情的話 因為他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放的話 那他只能暫時可能沿用舊規則 哇 但是問題是這個部分是我當時 有成功推過去了 哇 我也不知道是不知道這是 那這個就看他們今年呢 他們有沒有打算就是 我也是很密切的在觀察啦 因為這個法條已經在 台北市議會三讀通過 已經生效了 已經生效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我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作為一個網紅 或者是作為一個議員 很多人有的時候 他為了要爭取 比較大的曝光 他選擇做法是對很多議題 表達強烈的意見 可是實務上來說 他什麼都沒有去推 他只要負責抱怨就好 欸我覺得民進黨怎麼樣 我覺得國民黨如何 我只要說他們沒做到 沒有做好的事情 其實我的任務就好像 我就得到很多的曝光 我就 我都有 我都有質詢了 對 我都有這個追著打了 對我都有追著打了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我真的 有留下一些 Legacy 其實事實上 我推動的法案 不是只有這個 就是我還有很多其他 推動的法案 我覺得都覺得蠻開心 就是都算是有得到 很好的成果 那 我覺得自認 我交出來的成績單 是很好的 但是問題是你剛剛 有提到一個東西 我記得那個在 網路賣酒的這個 我就 欸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他很合 挫敗是合理的啦 但是 你現在可以講主要 因為我 我出錢的印象是 有什麼 房酒駕聯盟 或者是一些 比較 你知道這個東西 15年的時候 科技新創公司 就推過一次了 我們推過一次 對對對 其實你們有推過一次嗎 15年的時候呢 其實我 台灣的其實很多 這個 商業圈的 朋友 我包含可能我們現在 這個蕭尚龍先生呢 其實有嘗試就是 想要推動網路賣酒的 這個合法化 因為事實上呢 我們當然知道說酒啊 賣給這個年輕人 那個未成年的人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對 可是實務上來說 呃 現在全世界 不管你說香港也好 美國也好 日本也罷 甚至中國 其實呢 網路賣酒都是可以的 對 只是各國針對相關的規範 不太一樣 但是原則上是可以的 但台灣是完全不行 對 對 那他們這時候主管機關的 呃 這個 呃 反對的意見 主要就是在於說 他擔心啊 未成年人可能會透過這個管道 去買酒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我一直覺得它不合邏輯的地方是 對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像喔 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科技新創公司 像是Goshare 對 Goshare呢 它是一台就是 它是一個網路的 呃 它是一個共享機車服務 對不對 你如果今天未成年人 可以任意租借也是個社會問題 對吧 對 但事實上現在科技已經進步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檢驗這個人的身份 對 檢驗他是否有駕照 對 然後呢是否可以合法的上路 這東西都早就解決了 對 那為什麼你不能解決 呃 未成年人的身份認真問題 對 鐵定會有一些人 想辦法找到漏洞 鑽進去 可是今天即便是 你現在要求他一定要在實體購買 對 還是會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 對 他會用一些他自己的手段去買到 他叫他的叔叔去幫他買 他叫他的學長去幫他買 或者是他長得比較燥老 然後呢 他只是單純的走進去 然後的假裝自己是成年人 就直接買到 他也沒檢驗身份證 這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今天認為說 網路上比較危險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完全不能理解 他沒有邏輯啊 呃 這其實我們在15年就已經討論 因為所有技術 跟所有你要合規的東西都也 對 實際上過去 在過去的三年裡面 我在我記得創業家兄弟 他們那家 生活市集 也推過 後來也是 也fail了 就是 然後我為什麼後來會牽涉到這一題呢 其實是在 因為疫情爆發期間 對 然後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很多的酒吧業者 他們其實 並不了解網路賣酒 是違法的這件事情 他們只是單純就覺得 他們就像一般的餐廳 就Uber外送酒 他就覺得說 欸怎麼辦 現在疫情期間完蛋我們沒生意 可是我們還想活下去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用外送酒的方式 你可以跟我們在網路上訂購 他可能用一些比較低科技的做法 對 譬如說或者是你網路Google Forms 就是可能Google表單填一填 他就直接讓你送 對讓你送 或是外帶 譬如說你先填單 然後你可以到門口來拿 然後他直接把你帶走 結果沒想到 不管是外帶也好 是外送也好 全部都是違法 有人被罰嗎 有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北中南 其實各自都有一些廠商 有一些酒吧業者被檢舉 他們就覺得說 欸 疫情期間你大家封城 然後不讓大家去上酒吧 也就罢了 而且他們當時其實是覺得說 其實有些人本來就有 可能喝酒的一些習慣 他們如果提供酒類的服務的話 他們反而更願意待在家裡面 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結果你不願意讓他們做這件事情 也使得這些業者很難以 這個生存下去 所以當時他們就開始就是 叫鼓連天嘛 那我有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決定要幫他們處理這件事 那當時呢 其實我跟台北市的財政局 聊這個話題 我只打算處理台北市的問題 那 那那個時候 後來我們得到一個 政府的函視 就是那個政府函視 大意上就是在講說 如果 如果台灣各級 縣市政府 都願意同意這個 臨時性的做法 因為當時其實這個 這個罰條 我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疫情期間 酒吧業者可不可以外送酒 這件事情是第一個 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是網路到底可不可以買酒 這是兩件事 然後在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 因為那時候 我有援引一些國外的狀況 就是在英國 美國 很多國家都針對酒吧業的 酒吧業的外送 其實提供了放寬的 法令上的鬆綁 所以我就說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當時內政部就是說 如果今天台灣說 因為他說不能有地方有特例 如果只有台北市這樣做 是不可以的 所以要全台灣都可以 都同意 為什麼 因為跟Herman Miller的椅子一樣 有一點 有一點 然後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在推皮球 踢踢球 就是有一種就 如果大家都OK我就OK 然後 我為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時也是真的很認真 想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真的跟台北市的財政局 也要感謝當時的財政局的局長 也願意支持 我們就是主動去去收集了 全台灣所有縣市政府的意見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這 這又牽涉到兩個問題 外送跟外帶酒不一樣 那時候外帶酒也是違法的 然後呢 後來所有縣市政府都同意外帶酒可以 可是外送酒 有一個縣市反對 那我在這邊 我們猜測 我們猜測 東邊的 不是 那就是 西邊偏上面的 沒有其實是偏下電的 哇賽 OK 然後 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 我其實可以講的 你們要簡單 其實是台南耶 煩死了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幹你老師 但是問題是後來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外送酒其實最後是沒有成立 後來因為這個議題 我就開始追 就是網路賣酒這件 然後我後來也 都拜訪了 對拜訪了很多 然後 可是因為那時候好死不死 然後 其實一路往中央 因為這是中央法規的問題 然後 我有找到一些支持的立委 因為這個東西是中央要修法 對 所以有些立委願意去 去做這件事情 去做這件事情 他們本身可能支持這個議題 那好死不死 那時候遇到二零 那個二二年的選舉 然後 那時候正好遇到二零二年的選舉 然後 民進黨的中央 覺得這個議題 非常的危險 我先講這個不能夠怪民進黨 我同意 因為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為什麼民進黨中央覺得不可以 是因為國民黨你會拿這個事情打 所以如果你要怪的話 你不能怪民進黨 你知道嗎 我理解 我懂這個邏輯 就是你不能說 民進黨怎麼這樣 不是這樣的問題 你知道我意思嗎 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競爭對手 會拿這個議題來打他們說 你看酒駕這問題這麼嚴重 然後你還敢說 開放網路買酒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會網路買酒的人 跟會酒駕的人 根本是不同的族群好不好 你會買 我會網路買酒 就是家裡喝了 對 你怎麼會去跑去酒駕 會酒駕是那些 跑去外面喝酒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 你心想說 沒差吧 才喝了那一點點 那我就回去酒駕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極之不科學 然後 然後大家都充滿了就是那種 明粹氣氛 對然後 而且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在背後啊 我其實在直播時候分享過這件事情 呃我們通常講到就是 呃那個 賣酒的行業嘛 有所謂的就是 個幾 四大還是五大嘛對不對 然後 其實酒商是反對的 你會以為 酒商是反對的 你以為反對 你以為酒商 會覺得開放比較好 其實是錯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人人都可以賣 因為 好這個時候 你去問創業家兄弟他定 就會知道這個 這個原因 因為 其實酒 酒的市場很有趣 它是一個高度 資訊落差的市場 就是說 哦 我跟你講 譬如說我這樣講好了 你今天說可樂 可樂沒什麼好資訊落差 可樂就是可樂 所以你喜歡pepsi 喜歡可口可樂的人 啊就是兩個不同的租群 大家會自有自己的判斷 可是什麼酒叫做好喝 什麼酒叫做好酒 什麼酒值得賣兩千塊 還是值得賣兩萬塊 其實大部分的人 九成以上的人是沒有任何知識 對 所以他網友是來自於 某些特定專業人士的推薦 的資訊 所以資訊落差很大 那麼台灣其實長期呢 因為其實在 因為嚴格管制的關係 所以其實酒商 一些大酒商 他們對於產品禁價 他們都控制得非常的穩 嗯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 比如說酒的水貨廠商 是幾乎沒什麼操作空間的 嗯 之前不是有曾經發生 買酒網跟那個 嗯 兩個在吵架 兩個在吵架 對 就是因為在 酒價的資訊落差上 這件事情上產生了爭議 那所以大酒商認為這件事情 一旦開放網路買酒的話 會對他的生意造成很大的影響 然後他會 他從此以後對那個 那個定價的控制權就會消失 這個問題就很像 譬如說像 之前屈城市啊 對 或者是MOMO啊 都有發生過類似的爭議 對 就是因為他們 採取消價競爭的手段 就破壞了皇城的和諧 對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其實大酒商 他們背後 有成立了一個 有點類似基金會的組織 Lobbies 對 他們在 在做這件事情 對 他們在 所以你就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難了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難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難啊 所以我每次 但我的上市的印象 是因為有一些 這些比較 公益團體之類的 黨很兇 我只到這一層而已 但是問題是公益團體 他們背後其實可能也有受到 這些酒商的支持 你是一樣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後來對這件事情的理解 就是其實有些大酒商的背後 其實支持這些負面意見 他們不會本身自己跳出來 他們會支柱一些像這些吃集團體 好特別喔 OK 很有趣 對 OK 有道理 我估計大家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個組織 叫酒與道德 什麼促進協會 然後 成員之類的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目前的觀測啦 就是說 烈酒商 普遍對這件事情呢 是偏向負面的態度 對 他們呢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遲早會 遲早會 會合法化 對對 對 他們只是在延緩這個 發生而已 這個這件事的發生 但是啤酒商 普遍是支持的 因為啤酒的定價 是很固定的 對 就是你今天 你現在現在百威說真的 你今天就算是開放 我如果買酒 它是能便宜到幾塊錢 對 也還好 可是烈酒我跟你講 烈酒價差太大了 它可能隨便一支酒 本來可以賣五千塊錢 可是事實上 在國外可能賣兩千 對 這是有可能的 喔 賣不出來 賣不出去就加價賣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好 非常有意思 我們現在已經聊了 超過一個小時 確實 有沒有最後 你覺得遺憾的 要問的 遺憾 你現在有要經營短營 要不要請教一些 要經營短營啊 不是 我們現在就有拍影片 就加減 減減啊 你覺得這是下一個戰場嗎 或是已經 不對 它已經是個戰場了 那你現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感覺你往長片去了 你說誰 你啊 沒有 其實我們有在做短影音耶 有我看到哈利波特那個 對對哈利波特 謝謝你 哈哈哈 我覺得實際上 就是有一些頭部的網紅 這牽涉到一個問題 你如果今天講頭部網紅 絕大多多習慣做長時間的影音 比如說像是木曜啊 或者是說你今天是九妹 或任何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做二十分鐘以上的影片 可是這是有原因的 我以前其實也在很多場合有解釋過 因為這牽涉到使用情境的問題 對 絕大多數的可能就是上班族 他可能都是在中午吃飯的時間 他可能想說買了一個便當 然後想要看一個影片 然後一邊吃一邊看 然後 然後 那對他來講 其實如果低於二十分鐘的影片 他 他可能就看還沒看完 還沒吃完就要換下一支 而且想下一支 所以其實是很麻煩的 他喜歡長時間的影片 這個使用情境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20 2022年的時候 總共獎第四屆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 偷鋪的網紅 都還是過得很好 就是他們的影片觀看數什麼的 對 雷量都很高 可是我以前 往年 每一次總共獎 都會出現一些超星星 或是黑馬 就是他可能在短短的 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爆出來 就爆出來 可能一下子就衝到六十萬 甚至一百萬的這個訂閱 像是 可能 maybe 2021的理科太太 或是2022年可能就是 2021年是 2020年可能是健保 2020年可能是理科太太 像這樣 每年都會有一兩個像這樣的人 可是2022年 沒有 沒有黑馬 全部都是老人 然後老人還是過得很好 可是2023年 因為我們現在馬上總總獎 又要開始增獎了 我自己觀測了一下市場 老人的流量都跌了 將近可能三分之二 就是 三分之二 對 譬如說舉例來講 你去看木曜 木曜他之前的觀看數 隨便都是百萬 一百兩百萬 他現在很多影片的觀看 只剩下二十三十萬 Holy shit 你知道嗎 我個人對這件事情 有個觀測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的休閒時間 是固定的 對 所以大家都在搶奪 那個有限的休閒時間 對對對 那你的競爭對手 不是只有 比如說同樣 影片 對不是只有影片 有所有的業者 好那這個時候就有 就有趣的來了 我覺得其實以前 台灣觀眾可能對 串流平台的接受程度 沒有到這麼高 可是我覺得現在 在二零二三年的現在 我覺得大家接受度 已經高到一個 就是大家 就是已經到非常普及的 一個程度 所以當中午我需要吃飯配便當的時候 看影片配便當的時候 我可能會選擇看人選之人 對 對啊 而不再是木曜寺的影片 然後這好捲喔 天啊我懂了 OK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然後同一時間 零碎時間 被抖音 被抖音 或者是short reels 所佔據 所以我覺得 現在死的頭部網紅 非常難生存 然後 然後 久妹是少數 幾乎沒有掉下來的 那這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覺得 他一直捲自己 對 然後而且 而且久妹有一個很 我覺得很厲害的點 就是說 不能講厲害 就是他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發自內心喜歡久妹的人很少 就是 喔我好喜歡久妹 我愛她 所以我看她影片 不是 她的影片全部都是因為需要去看 就是 工具型 類似 對 比如說他開箱 開箱講說顯卡 房子 或者是說他講說 喔我跟你講最貴的什麼 跟最便宜的什麼 他其實是在告訴他一個資訊 一個有目的性的東西 我看這東西 我甚至於不需要喜歡這個人 我只要看他的內容我就OK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 因為他其實在 他的內容的面向夠豐富 而且很多人 而且有打中很多人的這個需求 所以 大家還是會持續看他的內容 哇 太好了 好問題 所以 我覺得在這個前提底下 那 短影音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做 可是我覺得有些頭部網紅 他們可能採取的策略就是 我本來會做什麼影片 我幫他做一個比較短的版本 比如說我修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這個策略你 不一定不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有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就是大嘻哈時代二 大嘻哈時代二它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節目 一個 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左右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社群經營策略 就是他使用大量的 這個節目當中的一些highlight的片段 然後呢 剪出了那個reels 然後在社群上發酵 所以進而帶動整個節目的流量 所以這一個互相加成我覺得是成功的 對 可是我覺得很多的 可是那是因為 節目沒辦法這樣做 對很多節目沒辦法這樣做 很多節目也嘗試用這種方式做 因為他覺得成本最低 可是事實上其實並沒有那麼有趣 因為很多youtube的影片 沒有這麼多精彩片段 他可能以為有 但其實沒有 然後 然後所以變成說這些reels並不優秀 那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上面不要看不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公司 我們就決定採取完全不一樣的策略是 獨立開發 新的IP 新的IP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了一件事情 像前一陣子 那個時候是 哈利波特的電玩 就是剛剛上市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在玩 然後那時候上面不要看 就有人提了一個建議說 欸 這個哈利波特 我沒辦法拍個什麼影片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嘛 那應該拍個 就湊個熱鬧 這也是我們這個行業的特色 就是你很喜歡 十四 對 十四 對 要蹭一下 可是他正在想說要拍什麼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是牽涉到我覺得 創作內容的時候 一個基本策略 叫做A加B 就當你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就找一個 把原來你想要做的主題A Mesh up Mesh up一個B上去 它就會成立 但這個Mesh up B 要讓大家感到那種荒唐感 好 那我們那時候想到的是說 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如果今天 阿利波特上的魔法學校 是大 大甲鎮藍宮 然後呢 是台灣的民俗文化 他們是一群 就是你知道嗎 宮廟八加九的話 神的孩子 對 神的孩子 那會變成怎樣 那就是Mesh up 然後我們後來就做了這件事情 那後來其實也得到蠻大的回響 對對對 就大家都還蠻喜歡 OK 好 看來大家都對 必須對短影片跟更捲的長片 要更深刻的認識 謝謝瓜子今天來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哇 好捲喔 喜歡本週我們分享的內容嗎 請到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來留言 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我們都會看喔 我們都會看喔 好